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朴炳欢总经理介绍 爱多美中国产业园的三期项目建设重点各不相同 第一期项目完成了爱多美中国总部大楼和爱多美科马保健食品工厂的建设 上线运营了爱多美销售平台 目前发展非常稳定 二期项目引进了爱多美产业链的一系列配套企业 到目前为止 在高新区已经重工落户爱多美配套企业八家 关联项目11个 其中运营投产项目3个 载店项目6个 筹建项目2个 产业集群出具规模 三期项目将引进更多的产业链企业入驻 同时将建设高规格的研发中心 将生产更多优品凌价的大中精品 分享给全世界的消费者使用 在爱多美成立之初就将工艺视为己任 爱多美中国更是不断地扩大工艺的领域及范围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下面请看 详细报道 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华北区经理 及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东北区经理 分别于5月16日 5月18日 与爱多美的爱新志愿者在线光怀慰问了 河北省廊坊市特殊教育学校 及辽宁省丹东市特殊教育学校 为盲童低势力儿童提供 宣赠优秀盲文读物 及辅助视力阅读用品 为盲校职招收盲中的特殊教育学校 建立盲文阅读室 活动中 学校的老师们和孩子们 表达了内心的感谢 并向各位志愿者讲述了 通过爱多美的帮助 逐渐树立心心的感人故事 孩子们为了表达感谢 在活动中 为爱多美的爱新志愿者们 送上了精彩的表演 很多志愿者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爱多美用爱搭建的书屋 已经悄然改变了很多孩子的人生轨迹 让他们更加憧憬美好的未来 6月13日 为爱守护公益项目举办 线上捐赠仪式 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 携手中华四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针对全国贫困青少年女童 提供守护青少年 生理卫生健康 创新工艺服务 至今为止 已经捐赠了200亿万元的爱新产品 并向1600名偏远地区的青少年女童 捐赠卫生金及洗补用品 对朴总在此的信任 能够一如既往的选择 四源工程基金会来合作 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是大概1500名左右的 这些贫困的女生 女学生 但是以后 我们以后也想继续扩大这个项目 2022年5月19日 爱东美正式成立爱东美中国自律委员会 并举行了启动仪式 2020年7月爱东美中国正式开业以来 坚守原则中心的文化理念 一直是爱东美稳健发展的根本 伴随市场的发展 爱东美中国经销商 也开始自发地筹备建立自律委员会 带领全体经销商 始终贯测原则中心文化 并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规范市场行为 在启动仪式现场 11位自律委员会成员 在爱东美中国有限公司 调柄宽总经理的见证下 代表所有的经销商郑重宣誓 我们都应该去遵守 维护并正确地传递原则中心文化 共同将爱东美的原则中心文化理念 传递到每一位经销商和会员 此次成立自律委员会的行动 再次印证了爱东美是一家 以原则为中心的企业 让我们一起携手 创建和谐共赢的市场环境吧 未来的爱东美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国际快讯 爱东美产品术以大中精品著称 可谓是获奖不断 继荣获奖英识奖 世宗大王奖等著名大奖之后 爱东美彩妆品牌 阿德里卡 荣获了2022 IF Design Award大奖 德国IF产品设计大奖创立于1953年 因其独立严格可靠的审判标准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奖 它与IDEA设计奖和红尼奖并称世界三大设计大奖 此次获奖的阿德里卡 是爱东美在2021年推出的奢华彩妆品牌 以奢华精致低调的美感而备受好评 它由眼妆 脸妆 唇妆等三种阵容组成 多种配色搭配专业的彩妆组合 在自然搭配各种肤色的同时 营造出富有情感和吸引力的形象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期待此款产品能早日与大家相见 上月20日韩国成功学院顺利举行 约4000名爱东美家人到达现场 与线上12000名家人 共同见证了全球第11位首席营销总监的诞生 让我们重温当时的精彩瞬间 再次祝贺全球第11位首席营销总监 更希望我们所有的爱东美家人们 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苏黎山是一个与爱东美成长时密切相连的名称 它更是以韩国爱东美成功学院的主会场而被熟知 受疫情影响 以运营35年的苏黎山青年城不得不宣布关门 爱东美总部得知此消息后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关门带来的影响 最终以125亿的韩元签订了所有权的转让登进 并根据苏黎山青年城的自然景观及位置 制定了新的改建计划 让我们共同期待苏黎山青年城再次焕发活力 减少年带来呢 そう 我设计划 巴西呢 国土总面积为 851.49万平方公里 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 据世界第五 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美洲第二大经济体 更是拉丁美洲最大面积 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其总人口已经超过两亿人 就在6月8日当地时间7点 中国时间18点 埃多美巴西 作为埃多美全球第24个分公司 盛大开业 自3月23日 巴西开放会员注册以来 深受当地消费者的期待 研讨会更是作物虚席 现场气氛十分火爆 为满足会员需求 埃多美巴西购物网站 更是上市了40余款产品 以便为当地消费者提供大众精品 相信随着巴西市场的耕耘 埃多美巴西分公司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让我们共同期待 以上呢就是本期爱多美新闻快讯的全部内容 想要获取更多内容 请关注埃多美中国视频网站 更多精彩 等你来